不巨峰的人 毕竟是很少的 然后没有毒药 那这个女巫 石头人克隆你就很难解放 OK 这个 拉莫 可以考虑 尝试一下这种新鲜的套路 能和拉莫出的应该吧 OK 不快吃了 拉莫斯这边野猪被放出来了 有可能就直接用 而自己比较擅长 用的话有可能被真正 这都有可能的 过来让滚木看硬摇了一下头 他可能牌比要怕滚木吧 还不下牌吗 是不是有团伙啊 包括这个推荐啊这种 带滚木的应该是费用稍微低一点的吧 小苍蝇 这个队上铁苍蝇也是送掉了 前面稍微挡一手 冰法 这有点像挠挠的牌 对 这个防守铁三角嘛 墓碑 那就是挠挠这个墓碑珠 那就是刻到了工程水 这个被抓到了 大皮卡被缓缩 一下一下 然后这边锤子肯定是进不去的嘛 对 锤子飞墓碑吃是非常非常非常 这个大皮卡 血量只剩一半了 对 不敢 这个幽灵没有太大必要吧 对 因为其实这牌 冰人拉扯一下 哎 但是没有拉到皮卡 怎么说 机甲还没有拍皮卡 一个旋风还不错 旋风还得叫滚木 对 这滚木位置 还好滚到了 但是幽灵要看两刀 那这个只能这样了 不亏呀 你看他 又亏费用又 好 还是 还可以 对 现在还双方都可以比较接受 对 但是刚才那波操作 确实有点问题 但这个 呃 就是费用越多的情况下 你越打不进去 是 这防守铁三角实在太强了 可以看到这个关系来的加持 巨峰的话 这个防火加吹剑 主要是他要靠这张吹剑去存活 这边 兵法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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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法 paid 兵法 我们一起领利 看下 死伤 使得不一定 练习 靠 前 Punj 立 од 在显神說五波都會打很多 不... 不是五波 不是五波也要考慮了 上一步 在這場中五波都會出現 健康的一段後 所以他們都拆動了 每次都會乘下 火之重 我就是保持这个节奏优势就比较大 所以这个形态永远的 你不然解读撰费那是你获合的事吗 你看这个兵人留给你的 这个墓碑是在手上的 兵人留给你 然后 兵人留给你的这个锤子 那帅就负责 这一波完美预判 野猪最少两下 不气味 稳一点的话就不打野猪 没有这么根开� 就先打火球 看他怎么选了 因为他有兵法预风 所以他可以打火球啊 他上诸恶火球 准备火招 没有意义 ok 有太大问题 其实这种野猪现在 以前我们的野猪是什么 直接就出嘛 现在野猪必须要跟滚木或者跟滚 你不跟就是亏了 跟了反而不亏 一旦是能解掉的话 你这种 应该会准备 可以看到拉莫斯 的款牌吧 你冰法解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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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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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冰法 我冰法 他冰法 他冰法 我冰法解不掉 他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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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冰法 他冰法 比辣美 我冰法 你冰法 会没有换牌吧 应该不会 应该要换牌吧 还是 perception 凶判 我冰法解不重 我冰法解不算 我冰法解不太多 我冰法解不分 但我冰法解不准 那你冰法解不过 这个像皮卡吗 这个像皮卡 那这边胖子送了一个 电法的位置也不好 如果锦头说 他后面跟一个王子 这个电法加小电很漂亮 这个小汤就亏了呀 然后这就有点难防了 这波有没有木飞 这个电法为什么不保一下呢 下了个黑王子还是 下了个黑王子 下了个黑王子 他没有选择就是 他就选择稳一点防守 好像就想拖一下 不想牵下牌的感觉 讲不过去啊 电法还有半血以上 这边还亏点费 不过现在局面来看 就稍微亏点血 还是可以接受吧 这边要过牌成底胖子 两边应该是都是胖子内战 这胖子可以成这个2100血这种 不成 这都是双丸 杂毛肯定是要打前期的 你本来双倍不好打 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 不下牌 完全可以右边下 头毛手什么都可以下 因为拉莫斯这套是三法胖 三法胖在打这个杂毛胖是双倍优势 前期是劣势 你这个就 这样的话 你选择换路吗 我感觉还要打同路好一点 打同路的话你的法术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对 他后面跟牌你直接跟他我一个滚木吗 是啊 那这个你送掉铁参用之后你再换家 哦 这还要防吗 难道他还有其他的 这肯定是法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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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处理得不错 但他这样 防住了吗 这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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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h21 韓國中的第一場 跟了巴基斯坦 整個超級賽的戰績就是 呃... 你好 你好 你是Ramos 是的 再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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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我是Ramos 是的當然 我是Ramos 謝謝你 我們還是要問第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是做為冠軍 我們今天的比賽舞台之上 不知道他做為冠軍獲得到更大的壓力 還是獲得更大的動力 So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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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這個冠軍 讓他覺得更多 他覺得這個冠軍 他覺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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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 我們很喜歡 就有 都有了 在Ramos 我剛才問Ramos 他覺得 在倫敦打比賽 有什麼樣的區別 Namos回答我說 他这次在中国打比赛因为有太多太多他不太认识的选手 所以他应付起来起初还是有一点麻烦 但是因为有庞大的一个数量 所以不过他现在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现在是已经打得越来越好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拉莫斯的问题 就是他在季后赛的一个展望 最不想碰到的什么对手 我相信即便是世界冠军 也相信也有很难棘手的处理的问题 So in playoffs which team make you the most pressure the most pressure team maybe GO or OP OP team they are very good 他觉得GO和OP是非常强的队伍 也会给他们在GEO才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So in this two team which where you fail the most difficult to find in games maybe Littlechan 这个他在GO和OP的所有选手当中最害怕 他说明知道他最压力的是哪一位选手 他说明知道 不知不知道是小学会怎么来一场的 Lambo是这个选手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Lambo是这个选手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Lambo是这个选手